大齋期四十天 詩篇靈修 主題三 信靠與仰望 第二十八天 瑞斯審判的主 詩篇 第七篇七節 願眾民的會環繞你 願你從其上歸於高位 每逢我們受到他人陷害遭遇不義的事 我們可能都會自然地祈求上帝拯救我們 對那些惡行之人施行審判 希望對方得到應有的報應 這就是我們的呼求 但這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呢? 詩篇第七篇 就是詩人處於患難中的祈禱 或者這段時間我們先聽聽 詩篇第七篇六至十一節的討文 詩篇第七篇七節 惟我説 求你在路中起來 挺身而立 抵擋我敵人的暴怒 求你為我興起 你已命定施行審判 願眾民的會環繞你 願你從其上歸於高位 耶和華向眾民施行審判 耶和華求祢按我的公義和我心中的順政判斷我 願惡人的惡斷絕 願祢建立二人 因為公義的上帝察驗人的心腸肺腑 上帝是我的盾牌 祂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上帝是公義的審判者 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上帝 在這首詩第六至十一節當中 詩人深刻地呼求公義的上帝 成為祂的伙伴施行審判 而這段經文詩人亦充分明白 上帝是治理的秩序 在第七節祂說 願祢從其上歸於高位 這裡反映出 詩人認為上帝是佩德 是在上掌權的那一位 因為祂是那位審判眾人公義的主 在這裡值得留意的是 詩人並非認為上帝只會審判惡人 以彰顯祂的公義 而是上帝就是公義 祂有審判權並 會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眾人 因此作者不僅僅祈求上帝審判祂認為的惡人 亦懇求上帝審判祂自己 在這個大齋期裏 讓我們亦透過這首詩 默想那個仇苦的耶穌 當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祂亦有類似這段經文的經歷 在《勞家福音》22章42節記載 主耶穌在赫西瑪利園祈禱時 祂懇求天父 上帝拿走祂將要受的福杯 祂說 父啊 祢若願意就把這杯切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主耶穌知道是誰賣祂 亦都明白將要受的苦是多麼大 但是祂沒有懇求上帝 懲罰那些要賣祂 污辱祂 毀謗祂的人 而是求上帝照祂自己的意思成就 這樣的祈禱就像詩篇第七篇的作者 懇求公義的上帝按自己的意思 施行審判 而不是照祂自己的意思 回到現在 正在經歷大齋期的我們 是否願意嘗試效法主耶穌 和這首詩篇作者的討詞呢 放下自己的慾望 就是自己對公義的標準 將自己沉迷在上帝的面前 求各位掌管一切的主 按照祂的標準來施行審判 縱使並不是按照我們的劇本 各位朋友讓我們一起好好反思 當預見我們認為是敵人的時候 我們會否自己扮演了審判的主呢 又或者忘記了我們其實 也是被審判的對象 上主才是那位有權兵審判一切的存能者 讓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的主啊 求你幫助孩子能夠效法你的榜樣 在面對惡者的時候 不要照我的意思 而是照你的想法而行 因為你是掌管審判一切的主 願你的旨意成就 奉主命求 阿門 我以免判的確